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2月7日 第二卷十一章第二节壁 引用经文诗篇133篇三节 以赛亚书35章八至十节 我们更美的家乡在天上 从《创世纪》15章1节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最终的赏赐是唯独在于神自己 以免他寻求今世稍纵济世琢磨不定的世俗事物 乃是寻求永不衰残的基业 之后神加上迦南帝的应许 只是作为他恩福的记号和天上基业的预表 众圣徒亲口见证他们已经预偿到这基业 故而大卫从现今的恩福提升 看到至高至中的恩福 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耶和华我的产业是我碑中的分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凡是勇于这么说的人 确实是表白 他们的盼望超越世界和一切现今的福分 然而众先知 还是经常借神赐给他们的预表 以表达来世的福分 我们应当就此意义来理解下列经文 正值人必在世上居住 承受地土 然而恶人在地上必然灭亡 以赛亚书中许多经文说到 耶路撒冷将充满各样的财富 西安将满亿各样的宝物 这一切的福分 不可能是指我们做客履所居之地 或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乃是指信徒真正的家乡 就是天上的城 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